点燃星望之火传承百年商圈 猫哭商圈张佑林理事长阿易施来了 这场全民集气五告给力商圈联合行销 集结了台北市八处商圈 包括北投温泉 新中华路影音 南昌家具街 八德 猫空 公馆 内湖737 大桥头延山商圈 也跨县市串联了南投路股大水爵商圈 从3月12日起至4月30日 举办商圈巡回音乐会 各商圈也利用粉丝团 举办消费留言抽奖活动 商圈代表与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欢迎民众踊跃到商圈消费 他们这一次是中小夕月处的一笔预算 然后他们把他的活动整合在一起 演唱会每个地方都有办 就大家一起合办 那个力量会更大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也在想说 以后这样的联合行销的方式 也是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 而且他们不同的时间 大家互相的拉抬跟支援 这个也是省掉很多的重复的作业 我觉得这个方式 也是我们以后办活动可以称考的 就是每个商圈一在一起 然后用一个系列的方式来宣传 我觉得可能比他们个别在 这叫打群架 对希望大家一起来 对希望大家都留在台北市 行销商圈的这个记者会里面 其实水美最感触的 真的就是感恩 感恩这两年来 在疫情当中 我们不管是中央政府 还是我们地方政府 大家都非常 跟我们的商圈都非常的支持我们 任何一个可以行销 让我们做行李的 都不予你力的帮助我们 辅导我们 然后支持我们 感恩收听 那今天这个九个商圈 一起行销 一起推广 一起来为商圈的店家 做行李的 这些老家老家人 大家来支持 我们第一要感谢 这一次的补助款的 我们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今天我们副处长到现场 这个预算来自行政院 经济部 一个编制的 今年度一亿的预算 让我们全台湾 全国的商圈 雨露均沾 今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振兴 然后我们会办很多的 线上的一些辅导店家 来做所谓的电商 或其他的无线金交易 另外我们也会办很多的 商圈辅导活动 大概有几十场上百场 那另外我们今年的补助款 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补助款 特别有增加边力 大概全部大概是 两千一百万的补助款 所以整个今年就是 只要商圈愿意 他们提出相关的计划 我们就会在预算范围之内 我们尽力的协助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 提出他们自己想要做些什么 然后把商机留在台北市 让市民在台北 能够找到好吃好玩的地方 今天是第一次出现 八个九个商圈 统一联合行销 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 一个经验 那我们有很多的理事长 都到现场来 那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每次在行销的时候 要花很多的预算在硬体 在软体上面 但是统归一次的话 就是第一次 那省掉很多钱 可以把重要的资源 放在刀口上 参与活动的台北市商圈 也借此机会 售出各自的特色商品与美食 欢迎消费者来走走逛逛 这个每个商圈我都很熟啊 像猫空我们现在正在做三猫计划嘛 像737是我的选区 那种猪血高超好吃的 排队排不到 另外公馆商圈 当然不用讲了嘛 吃的东西没话讲 那你到北头就叫泡温泉 然后另外我们有延山夜市 延山夜市是非常特殊的 大龙洞那边的当地人吃的夜市 跟一般的观光夜市又不一样 然后好吃 然后它可以维系几十年 也不容易 那有一些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像南昌街的家具店 其实它的家具是非常精致的 然后我们今天好像还有 中华路的影音街 中华路影音街 大家想说中华路好像这些3C的 对不起 中华路影音街 它有非常优质的所谓的服务 你去那边买东西 不是只有买个3C的产品 而它完整的售后服务 最重要是它的 我觉得啦 像我们这种一般人搞不懂 它会有非常详细的解说 跟一般的3C店家又不一样 那另外巴德商圈 巴德商圈也是 除了光华商场之外 最好逛的地方 就是巴德商圈 那它的3C的东西 一样也是 我觉得台湾的实体店家的好处 就在于 你比网路上多了那个人味 就是你要像我的小孩 要买电脑 商圈就买电脑很快 但是你到巴德商圈去 他就告诉你要怎么装 装哪些东西 哪些显示卡 就是我的小孩在那边 学会了自己组装电脑 就是你不是只有去买个商品 你还买到了经验 最重要是 你买到了那种 是人情味的服务 我觉得这就是商圈 跟实体店家 跟线上店家 最差别最大的地方 所以要去买服务 将来疫情过后的才一定是一个体验的经济 就是你不是只有买 你是买到整套的服务 包括你可以去试 你可以去吃 你可以去做 然后生活经验的分享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将来 疫情过后的商圈 必须要去重新思考说 我不是只有客人来那边买个东西 他可能要坐下来喝个茶 听这里的故事 然后下次带他的小孩来 他就会变成 不断重复会再发生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商圈 不能只是做一次的生意 对 我们要一直不断的 诱惑大家到商圈来走走 我们是内部737 那在那个地方 其实已经蛮久了 然后其实那个猪血糕是 它是连锁的 所有台北市全省的猪血糕 都是我们737的 然后他们的东西是 主要是料好实在 然后很用心在做 所以他会得到人家 一直在回购 一直在回购 是这样子 然后重点是737 因为他的美食都是 价位都偏低的 等于就是同班美食 一百块以下都可以吃得到的东西 因为有行销的话 就会带来人潮 因为我们会有抽奖的活动 我们也在那个FB抽奖 然后我们有 4月16号当天也会抽奖 就当天抽奖 你有来公网小白 你就可以抽奖 抽奖 我们有很多产品 我们公馆很多产品 像这个火锅 就是很有名 在网路上很有名 都要排队的 这个要定吃火锅 要排队的 然后再来 再来这个是不一样的炒饭 这个也是要排队的 那这个是 这个豆花粉源在夜市那边 已经做第二代了 然后他们年轻人会推出新产品 就是烧麻糬 那这个也是在夜市的 这个也是在夜市卖 卖那个紫米牛奶 这个都生意都相当好 那这个是在 是在九十项那项子里面 是越南的 女生嫁来台湾来开的店 她的手工 生意也超好的 那另外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就是学生很多嘛 那那边有三个大学 三个大学学生有毕业典礼啊 或者说要开舞会啊 或干嘛 那就女生就是要打扮一下啊 所以那个这个礼服我们都是相当便宜的礼服 然后都是给学生 她是她舞会她就来买 然后然后她有配合一个专业的修改师 那专业的修改师就是说看你的身材啊 当场的当场就可以就可以修改 修改的话就很符合年轻人的需求 因为因为这边学生很多 三个大学啊 你看每个毕业典礼啊 或是说她们有什么庆生会啊什么都会都会 所以这个算也是 而且而且在公馆是算这种 就是比较一般平 就是学生的那个礼服的话 算这个价钱算很很低 所以生意真的非常好 很多很多学生很多 那我们这边就是做学生的生意啊 那如果说像我们这次的活动 我们会有抽奖啊 那学生就可以来抽啊 那抽的话 他就可以来我们这边店里消费 然后我们会 让他抽我们的产品他也不要花钱啊 抽中的就可以 他只要来消费 就可以让他抽奖 都会型的商圈在这波疫情里面受创是比较严重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台北地下街好了 台北地下街以前也是做动漫啊 年轻人的地方 但是疫情一来第一它是封闭的 封闭的场域 然后第二个大家就不出门了嘛 那线上也买得到的东西就不出门了 然后一般商圈像那种 延山夜市啊 这些都是受到受到大家不出门的情况下 可能买个外卖就走了 那甚至就是在家里煮的也多了 所以包括餐饮业 食品店的服务业 尤其我们是都会群 以前光看捷运的运量就知道了 掉到只剩四分之一 原来的人流 四分之三都不见了 那你说他的商圈会不会受影响 当然受影响 所以都会群会因为他的在家办公停课 他就整个停顿了 那不像其他的县市 他可能还是会有 他们很困空旷嘛 然后开个车就会到了 所以台北人都往什么宜兰跑去玩 所以很多反而没有留在台北的商圈 所以我们受创当然是相当严重 而且那时候台北有疫情 其他县市疫情没那么严重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用三倍的力气 才能把它振兴起来 这波疫情让都会型商圈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次商圈业者们 在经济部与台北市政府的协助下联合行销 期盼人气与买气回笼 来体验商圈的好服务与人情味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